把人带去医院里检查了 没事 又在外面吃了餐饭 蓝忘机到底还是没拗得过人 二人送回学校 你这样 怎么洗澡 他无奈地问人 魏无羡大惊 你冬天也天天洗澡吗 确实天天洗 但蓝忘机没这么说 语气委婉地提醒 你今天打球出了汗 那弄点热水擦擦就行了 这个你别担心 我们宿舍同学都很团结的 他们肯定会帮我打热水 甚至还能帮我脱衣服 哗哗 魏无羡有嘴滑手 蓝忘机一口气没上来 差点要掉头了 魏无羡笑了两声 又说 开玩笑的 总之会擦一下的 你放心好了 要不跟个臭皮蛋似的 我也睡不着啊 把人送到宿舍楼下 蓝忘机没开车门锁 像是不让人下车似的 魏无羡 嗯 蓝忘机伸了只手过来 不知什么时候 他手心里躺了快欲 魏无羡更迷惑了 眼睛里冒着一串问号 把这个戴上 蓝忘机语气稍微有点不自然 抱平安的 魏无羡难以置信 你信这些 蓝忘机耳朵泛起异样的红色 手没有收回去 他坚持道 戴上 哦 想着自己今天忤逆过蓝忘机好多次了 即便人脾气再好 也经不起他总是去戳他 魏无羡总算舍得低头看这快语了 欲试平安扣的样子 橙色他不会看 但也知道 从蓝忘机手里拿出来的东西 不可能便宜 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怕弄丢了 魏无羡歪着头 试着跟人商量 我看你还是别给我 自己留着好了 蓝忘机拧着美 语气执着 你天天戴着 不摘下来 怎么会掉 好吧 那你帮我戴 我手不方便 魏无羡放弃争辩 他闭上眼睛 把套伸过去一点 蓝忘机某光跳了跳 快速地垂下眼睫 装作里那玉上穿着的红绳 掩饰内心的躁动 遇是蓝夫人在他成年的时候给他的 说过等他遇到心仪的人就可以送出去 蓝忘机一直待在身边 没想到今天用这种方式送出去 他将编织的红绳挂在魏无羡脖子上 在他颈后打了个狠死的结 又稍稍用力往两端拉了拉 确定不用剪刀是不可能断的 这才提起红绳 让泛着光泽的欲慢慢葬进魏无羡领口 魏无羡手 搏梗白皙修长 凹陷的锁骨精致 蹄夫带着少年特有的嫩 衬着红色的编织绳 亮眼又好看 蓝忘机帮他拢了龙领口 再次提醒 这块玉是很贵 你一定不要取下来 魏无羡慢吞吞地嗡了声 朝他列起嘴做了个鬼脸 转眼又笑了 谢谢哥 咖拉一声 车门锁打开 魏无羡下车 蓝忘机跟在身后 帮他拿了书包 一直送到宿舍楼底下 魏无羡笑嘻嘻地道 明天的考试你放心吧 我绝对要进前五 蓝忘机倒不是太关心这个 看了看他的手 你小心点 知道了哥 你快回去吧 蓝忘机看他一眼 扔了声 利落转身回到车上 从侧面看去 他挺拔的鼻子和深邃的眉眼 在夜色中沉稳又有种一样的温柔 魏无羡站站在楼下对他摆手 直到车子开动才往楼上走 今天没安排晚自习 但谁有都自觉在宿舍里看书 见魏无羡回来 都惊骇于他明明有机会 可以逃过一劫 却主动扑着伤残之身 参加考试的勇气 这场球赛是班主任 为了鼓励他特意安排的 魏无羡是讲义气的人 当然不会在这个关口叫人失望 他抬手取了把门后挂着的 羽毛球拍在手里 捂了个洒脱的姿势 我是独壁大侠 阎过 一屋子人笑得东倒西歪 魏无羡 你哥对你真好 关键还不是亲哥 有个这样的哥 真幸福 宿舍的人你一言我一语的 那当然 魏无羡隔着衣服摸了摸脖子上 已经被自己提温暖起来的预口